有請衛福部、國發會跟勞動部 好 上述的部會主管請上台 你要先請教哪一位 好 來 我先請教一下衛福部跟國發會 好 首先 我先來說到 大家都知道說現在人口問題 已經變成是國安問題的這個層次的問題 那現在台灣的生育率其實是世界上 可以說是幾乎是最低的一個國家了 好 那去年我們的生育率是1.18%而已 那去年行政院也通過了 就是完善生養環境方案 那希望說透過這個方式 在2030年能夠把台灣的出生率提高到1.4% 好 那這樣的%算起來 一年的新生也大概26.7萬左右而已 好 那這邊我要說到的是 現在台灣的問題 除了我剛剛講的燒紙化的衝擊之外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理次長這邊 一直在講的長照就是老人的問題 好 那這兩個共同搭配底下 我們在未來的15年後 就2030年左右 14、15年之後 我們的老年人口比例會大概提升到24.8% 所以除了燒紙化問題 我們會搭配一個就是老化的問題 那這兩個問題同時衝擊的時候 請問我們在未來的這個時間點 在我們 好 在我這個世代 在40幾歲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好好的去照顧這些老人跟這些小孩 那我想要請問 衛福部跟國發會的立場 對於就是未來可能是幾年後 我們遇到這麼大的衝擊 我們要怎麼去因應 那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好 衛委員 各位委員 我想有關這個問題 這個是國家的最大的問題 因為人口結構導致社會整體的需求完全改變 那有關這個部分 剛剛有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基本上是先從 讓大家在育兒這個部分的負擔能夠減輕 所以目前主要從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從經濟的部分 那剛剛有跟大家報告 第二個部分主要是建立一個友善的育兒的環境 這兩個大的部分 這是衛福部在努力的方向 那關於人口老化 確實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我想我們這一個世代的人 是有點是三明治 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要育兒 一方面可能還要照顧長輩 那這個是負擔非常的重 那我個人也從事有關長道保險 推動也大概七年多 那我也深深體會這方面的問題 那我想我們的社會呢 其實主要的是要盡早去建立一個社會 付出的體系 那讓大家彼此能夠互相幫忙 因為從我們這個人口結構來看 獨火已經是很困難了 因為我們是有非常多的責任 那要由家庭自己來承擔這個責任是也很困難 所以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社會付出的體系 那讓大家一起來幫忙 所以我們以前在講 老烏老以及人之老 幼 幼 幼以及人之幼 現在確實是這個時代 那這也是衛福部在過去 為什麼在推動長照保險主要的原因 那先簡要的跟委員報告 等一下如果還有新一部我們再說明 國發會 謝謝 委員好 我想台灣的少子化跟高齡化的問題 其實會對台灣經濟的產生很大的衝擊 那我想第一個面向的衝擊 就是我們人口結構的問題 就是將來其實這個勞動力其實會縮減 因為我們生的少 然後那個老年人口逐漸的增加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當然第一個 我們還是希望維持我們應有的出生率 所以我們就定在這個出生率到2030 也要到1.4 可是即使是定這樣的出生率 我們將來還是會面對我們勞動人口 減少這些問題 那事實上現在行政院的人口 及人才政策回報 其實推了很多的措施 包括我們怎麼樣去吸引這個 外籍優秀的專業人才來台灣 包括我們從事生產力4.0等等 可以去取代我們現有的勞動力 然後我想第二個面向會影響的就是說 這個高齡化少子化以後 會影響我們的所謂的國民年金 跟剛剛其實那個次長講到的長照服務 也就是說我們將來這個年輕是在 付錢的人少 可是呢享受國民年金跟長照服務的人多 所以我想新政府這個就任以後 有針對國民年金呢 他會成立一個委員會 然後做相關的改革 然後我想長照服務也是 都是新政府跟我們將來行政團隊 將來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那我想以上簡單說明 好那感謝兩位喔 我認為啦 其實現在這個老人跟小孩的照顧的問題 最後這個都要回歸到財政上面的問題 好那在這麼資源有限的狀況下 有效率的政策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再來我想要問一下喔 就是因為其實我最近有收到立法院 在詢問我們說 那需不需要來設置就是托額的這個中心喔 那根據信品法的第23條規定 只要員工超過250人 好雇主應該要設置不如市 然後托設施或者是適當的托額措施 好那我們先不講私人的企業 我們先來講公務機關喔 公家機關還有我們的公立學校 還有國營事業 我想要請問喔 欸勞動部 好我們現在能夠掌握說 以公公家機關學校等等喔 他的這個有設置托額設施的 這個比例有多高 欸侯委員好好 那跟委員報告呢 我們嗯 公司如果全部把它統計的話 就是我們曾經做過問卷調查 那我們目前呢 有八成以上的那個 250人以上的企業呢 都已經設置 補給如市 還有就是托額育額措施 那公立的部分 公立的部分啊 我們二分之一以上的話 都已經有設立 我想要知道的是 托額設施 托額設施 對 不是托額 托額設施 目前呢 你有辦法掌握嗎 目前我們一百家有設立 有一百家 那所有全台灣的公 加機關學校跟國營事業的 加速是多少 這比例可以讓大家 分析大概知道一下嗎 我們目前的話是四千多家 四千多家 好 那沒關係 我知道這比例非常低 這個問題是 連立法院都沒有設置了 過去這麼長久以來都沒有設置了 到現在才開始 因為這個臨時提案 才開始在徵詢所有 我們這邊的員工的一個意見 那我只是想要說 如果政府都沒有帶頭做 過去這麼長時間都沒有帶頭做的話 怎麼樣去鼓勵民營的機關 民營的這些企業去做這件事情 好 那因為國發會他也有調查說 其實最有效的是 政府去鼓勵企業去設置這個設施 而不是只有措施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台灣的狀況就是 都便宜行事 覺得說措施有做就好 但是設施不一定要做 因為這是比較便宜的方法 那我想要問一下勞動部 在103年總共有抽查了666家 那總共只有4.1%的企業 它是有托育設施 那在去年104年 台北市的勞動局 他調查了831間裡面 也只有10間有設置托額設施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勞動部跟衛福部 你們覺得這樣的職場環境 算是一個友善的環境嗎 好 我先簡單的跟宏遠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這裡您提到的 雖然是托額的設施 那但是呢 就是不是每個單位 或者說一定規模以上的單位 就設施 就是直接開辦托額手等等的 是不是要這樣做 我是覺得說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是有討論的一個空間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目前呢 把設施跟措施 措施的部分 也就是說 他盡量來協助員工 可以解決托育的問題的話 假設如果得到達到效果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不用 動用到那麼大的一個資源 那就由單位來負擔 因為要設托額手育兒措施 那是非常的昂貴 而且事實長久性的一個工作 那假設呢 我們可以做得到解決問題的話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接受 好 那謝謝勞動部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樣的回答 並不是非常的滿意 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回歸到 真的能夠解決 然後真的能夠讓家長 放心的這個層次上面 那因為我時間剩下不多 我想要詢問的是教育部 好 來 教育部 我針對幼兒園的部分 跟您做一些簡單的詢問 因為時間的關係 現在生育率非常的低落 其實有一大部分是因為 小孩子對於我們現在年輕世代 是一個很沉重的一個負擔 他的一個教養的部分 那現在呢就是雖然說 我們衛福部這邊 有提供兩歲以下的小孩 這邊有三千塊的補助 好 那但是呢其實如果去讀 我們現在的這個幼兒園的部分 我們現在其實小孩子送去之後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補助 但是呢我們沒有定價的問題 那沒有定價的問題就是 現在如果你補多少 他就漲多少 那我想要問一下喔 其實你們認為說 是不是應該要搭配定價的這個機制 這邊跟委員報告一下喔 我們其實現在目前針對那個收費的部分 我們還是有一個管控機制 那基本上就是 他必須是符合我們在系統上登陸的那個額度 那如果說他要去做一個調整 因為幼兒園他有 基本上他還是有成本考量 所以他基本上他要調整 必須先是政府審議通過 幫我們去改系統 他才能去做一個調整的動作 所以目前在系統上 我們還是有管控他的一個收費的部分 所以是在系統上面管制 那所以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的這個上限跟下限大概 我們並沒有所謂上限下限 因為基本上原先在幼頭整個線 就沒有去做管控 所以當時我們就是請各幼兒園 他去做一個核實的登錄 那如果說他未來他想要調整 他就等於說他要做一個成本分析 報現證明去做一個審議 那確實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他們才會同意他去做一個調整 好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喔 我可能後面有一些問題 我會補書面的來做一個詢問 是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洪慈庸委員的